嗨,大家好,我是庄文艺的RB新年笔新 今天跟大家聊一部清新治愈的电影 天然紫结构,故事是这样子的 牧村只有一所学校 初中部和小学部合在一起 如果加上今天从东京转学来的新生 那么全校就有七个学生了 一清早,女主角素叶就风轰火火地搬来桌椅 教室里,衣槌和独子已经步骤黑板包和彩带 早知子也想做些什么,可她太小才刚刚入学 于是只好帮倒忙尿了一地 素叶连忙俯身下去擦拭 刚想责备几句 抬头望见早知子那委屈巴巴的小眼神 怨气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于是开口变成了柔声细语的安慰 我们不是说好,想小便的时候就告诉我吗 早知子乖巧地点了点头 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老婆,以后咱俩也生了这样可爱的闺女好吗 素叶上想过很多种和大泽邂逅的情形 但是在洗内裤的时候相遇 显然不在她的规划场景之中 大泽是个长相清秀的男生 初来炸道的她显得非常拘谨 这是素叶第一次遇到年龄相仿的异性 她对这个新伙伴非常关切 午饭的时候还特意帮她拿来甜点 可大泽却冷淡地问素叶洗眉洗手 她不想吃带尿味的食物 少年的傲慢让女孩备受打击 成年人就可以这样盛气令人吗 她越想越郁闷 连夏天也显得更加沉闷了 素叶无尽打采地浮在地板上 这个时候只有天谱爷爷家的西瓜 可以消除她糟糕心情 天谱爷爷家的西瓜格外的甜 据说用西瓜皮擦脸 还可以变得更加漂亮 一旁的奶奶则和妈妈学着闲话 天谱家当年私奔的女儿回来了 听说是离的婚 素叶对村里的八卦并不感兴趣 她收拾好东西 拧着弟弟出门去海边玩耍 孩子们唱着歌 一路欢蹦乱跳 有人提议叫上大泽一起 伙伴们告诉素叶 大泽是天谱爷爷的孙子 不知怎么的 听到这个消息 素叶顿时感觉和大泽亲近了许多 通往海边的路有两条 右边是捷径 但村里相传那条路上有些灵异 大泽却不在乎 素叶一行人犹豫的片刻也跟了上去 可大泽走得很快 已经不见了踪影 孩子们来到一座荒芜的老桥 这里就是当年有人跳桥自尽的地方 桥边还残留着败迹的痕迹 他们战战兢兢地在桥上走着 枣之子却忽然停住 说桥那边好像什么东西 众人呆住顺着他的指尖望去 那破湛篮忽然倒落 吓得众人落荒而逃 素叶不小心被枕目绊倒 拖鞋卡在轨道里 远方传来火车的轰鸣声 少女害怕得大声呼救 可身子却被吓到贪软 像被鬼压床了一般不能动弹 大泽淡定地把女孩抱起 将惊魂未定的她扶到一旁 然后细心地修不好拖鞋 又起身离去 虽然全程都还是那份冷冷的样子 但素叶心里却有了些异样的感觉 其实她不知道 当我们男孩子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 是真的会笨拙到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回去的路上 大泽再次提出想走那条小路 众人连连摇头 大泽询问素叶要不要一起 女孩没有拒绝 早知子却扯住她 说想要尿尿 看着大泽已经走远 素叶有些焦急 他和小女孩忍着 然后拖也不回地追了过去 幽黑的隧道里 沉默的大泽终于开口 他想走这条路 并不是为了见所谓的鬼魂 只是想和素叶单独在一起 这番话似乎用尽了少年积攒许久的勇气 他加快脚步 将素叶甩在身后 女孩却露出羞涩的笑容 一路小跑着追了上去 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大泽将素叶拉到桥的另一边 然后自己走在此友人跳桥的那一侧 这个细微举动忽然戳中了我 因为曾经有个女孩教会我 过马路的时候 男生最好走在来车的那边 我其实对那个女孩很有好感 只是她喜欢别人 抽远了回到剧情 大泽告诉素叶 跳桥的那个女子是他妈妈的固有 素叶双手合十 虔诚地为施者其父 看着眼前认真的女孩 大泽忽然忍不住 凑上前去想亲吻她 素叶却忽然睁眼 问她要干什么 坏心思没能得逞 男孩匆忙转身逃开 只留下摸不清状况的素叶 一脸茫然 而这天过后 二人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 天气渐渐转凉 姐妹们上来着买新衣服 素叶痴痴地望着 大泽身上的深蓝色外套 那是这偏远山村 买不到的稀罕物件 她真的好羡慕 她来到田谱爷爷家 准备把大泽 借她的职业摔跤录像带还回去 却听见大泽 在跟东京的同学通电话 电话那头的小伙子吹嘘 自己已经跟隔壁班的长谷川 在神社前接吻了 大泽撇着嘴 扮了个声 说自己前一天也 可还没讲完 便看见门外的素叶 吓得他连忙把电话挂断 素叶却调皮地问大泽 谁和谁接吻了 大泽装模作样地 牵起素叶的手 说其实接吻和握手 也没有区别 都很平常 素叶恍然大悟 真的耶 那你可以把这个看作接吻 然后去跟同学吹牛啦 大泽又惊又喜 真的可以吗 素叶把手抽回 当然不行 然后拖也不回地离去 只留下一头黑线的少年 在风中凌乱 其实我读书那会儿 谈恋爱真的是一件 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 但是毕业后 朋友圈里反而很少有人学问爱了 可能越长大越觉得 这种私密跟亲密之人分享 就可以了吧 就像还奈爱说老婆这件事 我就只告诉了你们 又扯远了 回到剧情啊 大泽教素叶系明信片 买杂志上的衣服 但商品的贩卖日期已经过了 素叶垂着头很失落 大泽安慰素叶 素叶却忽然上前揪住大泽 你把这件衣服送给我好不好 大泽却很惊慌 这可是我找了好久 用光了零花钱买的 素叶却很坚定 我可以让你闻我 于是大泽同意了 这对亲自的男女来到神社前 素叶紧张地问大泽 要不要把嘴巴撅起来 或者说 应该和平常一样就可以了吧 于是素叶小声念着 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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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泽轻轻地把头靠近 素叶却忽然叫停 可男孩已经倾听点水般 在他唇上扶过 女孩却没反应过来 啊 这就结束了吗 看着有些失落的素叶 大泽目不作声地 脱下外套给他穿上 素叶开心地说 衣服上有大泽的味道 像奶油冻 他喜欢这个味道 然后欢拖地朝欣赏人跑去 那分明是恋爱的酸处好吗 时间悠悠过 专业便是一年光景 素叶和大泽面临升学考试 可是关于报考学校 二人却出现了分歧 父亲的高中 只有纳琪和森高两所 素叶想邀请大泽一起考森高 大泽却皱了皱眉 森高的学生都得理光头 可是纳琪高中 有很多不良学生呢 大泽沉默不语 许久才说 他有可能会考东京的高中 于是这回 换成素叶沉默了 二人坐在田笼上 素叶帮大泽缝目制服 好冷啊 大泽搓了搓大腿 开玩笑道 以后我的制服破了 就从东京寄回来 让你缝好吗 我才没有那么勤快 素叶嘟囔道 那我要是又摔倒在铁路上 你会从东京回来救我吗 当然了 我顺移回来 女孩被她逗乐了 可笑着笑着 声音却忽然低了许多 那 那我还想和你一起 走在这条路上 你什么时候 可以陪我 她垂着头 不然地搓着手 男孩则紧张地望着她 就看向别处 什么也没有说 悄悄是别里的生肖 连夏儿虫也为这二人沉默 难道沉默 就是这个季节 最后的回忆了吗 当得知某件事物 要消失的时候 她的每个细节 都会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就像这样 每天早晨 一起走路去上学的经历 都会变成 多年后 弥足珍贵的回忆 他们终于要毕业了 素叶 缓缓地抚摸过 教室里的每一件陈设 然后缓缓 走到大子的身前 毕业礼物 真的只要一个吻 就可以了吗 男孩闭上眼睛 素叶将手搭在她肩上 深吸一口气 可是她既紧张又生疏 于是磕到了牙齿 素叶不好意思地说 再来一遍 大泽却拒绝了 因为她感觉 素叶的纹理没有爱 然后先行离开了教室 素叶没有说话 穿上那件深蓝色外套 仿佛涌入心上人的怀抱 她轻轻地擦了擦黑板 然后留下了一个深情的亲吻 可惜大泽却没有看到 不过又何必担心呢 反正她最后还不是取离了个光头 天然紫结构 这部影片的英文名是 A Gentle Breath in the Village 知意过来可以是村里的威风 而Soil在日文里描述的 就是威风吹拂的一个状态 而我更愿意把这缕威风 理解成青春年少时 无比纯净 真诚的我们 影片中有两个场景 让我感触颇深 一个 施素叶得知枣之子 因为憋尿得了膀胱炎 不禁十分羞愧自责 于是拒绝了和大泽的约会 去给枣之子道歉 一进门 枣之子便用力地抱住她 仰着头 乃生乃气地喊着素叶姐 宠溺地用西瓜皮给她按摩 另一个则是圣诞夜 因为担心弟弟没有收到礼物 素叶把亲手做的猩猩巧克力 败成两半 大泽看着手中 烟斗模样的巧克力不知所谓 而第二天 弟弟却悄悄塞给大泽 一块猩猩巧克力 告诉大泽 昨天是因为姐姐不好意思 才送错了 这并不是什么感人的故事 但是却莫名地温馨 我相信我们都曾经对别人好 也被别人善待过 我也真的希望 一些温柔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 可能很多人都会纳闷 紫结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它是你生词 咕咕咕的音译 所以这部片子 也能很接地气地翻译成 天然的鸡叫 河南望不尽的稻田 熟起阴阴的夏天 浸泡在山间里的红番茄 以及沙滩上的慵懒少年一样 每一帧每一锦 饱含的都是导演 对着桃园般纯净村落的眷恋 眷恋着那个和夏天一样 急躁动又安分的青春 可也许这还并不是 影片利益的全部体现 在去东京毕业旅行时 大则从前的同学 送给他一大块昏凝土 说是作为旧校舍拆毁的纪念 苏叶偷偷地把沉甸甸的 昏凝土藏在行李箱里 结果勒倒在地 大则又气又心疼 于是把土块摔碎 挑了一块小的给他 我们当然可以怀念过去 可过分沉面 变成前进的负担 就不那么美妙了 片中有两处相呼应的情节 在去海边的小路上 苏叶一行人将双手 合在耳旁 稀奇聆听 有微风 轻轻地扶过村子 而后来在东京 他也听到了 楼宇间有和山里一样的风声 或许有朝一日 他也会真正喜欢上城市吧 会离开世外桃源 前往这世俗烟火 然后买柴米油盐 经历生老病死 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向往的生活啊 好了 这部电影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我是庄文艺的 RB青天笔心 咱们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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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